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 你有时候怎么说呢 你都不一定能吃到正常的一日三餐 所以就是营养补充剂对我们来说就更加的重要 我自己吃的保健品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维生素的补充剂 另外一种就是抗衰老的 第一个我想说介绍的是 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 自然之宝 Natural Bounty的 它的Hair Skin and Nails 然后它有两种 就是一种是这种 糖果口味的 怎么说 就是像QQ糖一样的东西 Gummies 小小一粒橘黄色的 吃起来的话是有 我觉得是有草莓或者是樱桃的味道 就是一种水果味的糖 非常好吃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保健品 我每天都要吃好多 因为它的味道实在是太棒了 棒棒大 同样是自然之宝的Hair Skin and Nails 也是针对头发皮肤和指甲的 它有另外一种胶囊状的 它的这个胶囊的话 也是粉红色的药片 都是粉红色的 满足了我萌萌的少女心 自然之宝这个牌子是1971年的时候 在美国成立的 它现在在美国的CVS或者是Target的 这样一些零售店或者食品店或者Pharmacy 都非常容易的能找到 大部分的时候它长这个样子 绿色的瓶子 都有它们的标志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自然之宝的鱼油 我上大学的时候一直有偏头痛的毛病 就是有时候会发作 那种头痛是真的痛到很难过很难过 会想去吐 我觉得可能是血管有什么问题 去查了一些资料说鱼油的话 抗心脑血管衰老效果会比较好 然后我就买了一些鱼油开始试试 其实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因为它 还是因为我自己的身体变好了 所以在2015年之后 偏头痛的问题就没有再发生过 鱼油你值得拥有 接下来是JNC 就是中文应该叫健安喜 这个牌子是1935年就成立了在匹兹堡 就算上来说它也是冰州的品牌 就是我住在冰州 我觉得他们家的药真的就是10寸 你知道吗 因为一粒药 等一下 一颗药就这么大 就是你吞咽非常困难 这是我很不喜欢的一点 这是我之前买的他们的头发的补充剂 Women's Ultra Nourish Hair 但是我一直没有吃完 因为它的药片实在是太大了 另外一个我在吃的是JNC的女性胶原蛋白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买来去尝试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效果其实还不错 我坚持吃了一个月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皮肤真的不是那么出油了 但在我停了之后 出油的情况又回来了这样 剩下的是两个粉末 这一款胶原蛋白是我非常喜欢的 叫Nicol Cell 不仅它便宜量大 而且它是医药专业级别的 所以它的粉质是特别细腻的 我一会儿会给大家冲一下看看 每天只需要一勺 我一般会对着咖啡或者是橙汁一起喝 因为你要是单独喝它的话 会有一些鱼腥味在里面 这是我买的第三罐了 我吃了第一罐之后 我就发现整个皮肤变得非常滑 这一款是顾可宁配方粉末 这是我吃了一个月 但我觉得其实效果没有那么明显的东西 主要成分是葡萄糖胺 葡萄糖胺就是葡萄糖和胺基酸 就这两个是抗衰老的成分 还有一些玻尿酸之类的 它写的是对抗关节的衰老 然后保持关节的灵活性 还有就是一些抗衰老的成分 它是像泡腾片一样的东西 是一个虫脂味的 其实还蛮好喝 但有一个副作用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你喝了它以后 你就肠胃蠕动得非常厉害 你懂吗 就是经常会有一些 咕咕咕的尾气排放 但其实我觉得这一款 没什么必要去买 因为它要75块 也不是很便宜 但是作用也不大 而且还会带来一些 不服的尴尬 好了今天的视频大概就是这样了 谢谢你们观看到最后 鞠躬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 关注我的频道 出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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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